各位修友大家好 今天来分享一下 红商戏968梁静坤的试打感受 这款地板是南京球友寄给我的 地板重量92克 厚度6.02毫米 不过我用卡尺量了一下厚度 应该是6.2G 正手它搭配的是 尼奥兰国41度 反手尼奥成国38度 贴完以后 球盘的整体重量204克 很多球友比较纠结 968的队员板和官方数字相比 贵出来一半左右的价格 到底值不值得 从我接触过的几只 队员968来看 其实每一只的感受 都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因为队员板 都是根据队员的要求制作的 所以板面的大小 手柄的粗细 底板的刚性 发力门槛等诸多方面 都会有所差异 不过整体来看 队员板一般来说 会比官树扎实而通透 底板的底劲 通常也会更大一些 梁静坤968算是我打过的 所有队员板里面 刚性最强的一只 虽然底板较硬 但在中小力量下 其实也是比较通透的 底板的机球声音和手感 都非常扎实 建立好 速度快 而且在各种力量下拉球 都有上加的表现 它非常线性 发一份力 就有一份力的反馈 在手上算是 比较有信心那种 底板的弧线很长 非常的长 可以说 发上力就直达对方的底线 不过这也对使用者 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 刚刚接触的时候 你会感觉 这只底板拉球 稍微不注意就会出界 尤其是在发大力的时候 这种感觉就尤为明显 需要一定时间的适应 才能有所好转 不过由于底板的刚性很强 弹性很大 即使在中等力量下 依然可以获得 相当可观的质量 其实在上旋 连续拉球的时候 这种感受 还可以接受 不过在下旋 拉球的时候 对于撞膜的比例 拍形 发力方向 和发力力度 在短时间内 不太容易驾驭 由于球盘是球友的 一共我也就打了一个多小时 不知道长时间使用 会不会有所改善 底板的拍柄属于968 比较常规 握起来比较偏细的那种 再加上160的大板面 二百零几颗的重量 对于一般业余修手来说 比较坠手 轮几下停过夜 长时间使用 确实比较容易疲劳 底板的底劲 是意料之中的强悍 可以说随便发力 也摸不到上限 只要你的发力足够好 你可以推到三五米 两面开轮 这种感觉 还是非常过瘾的 底板的防守 也是稳定 而具有压迫性 虽然是内置结构 不过由于底板的整体 足够硬挺 顶大板非常扎实 不震手也不虚 而且防过去的球 落点也很顶 很深 总结一下 梁静坤968 这只底板的刚性强 手感清晰而扎实 在众多版本968里面 算是弹性很大 上限极高的那一款 对于一般业余修手来说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你或许仅仅能够发挥出来 它一半左右的性能就不错了 它的板面大 手柄偏细 重心非常靠近板头 而且售价昂贵 所以对于95%以上的 缺辱来说 我都不太推荐购买 好 这就是本期的视频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